由我們成立第一天開始,我們由八點星期唱《義勇軍》的歌唱為國歌。 我們的資助被取消,我們的校舍被收回,我們沒有放棄過我們開國的立場。 2017年底,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喜在畢業典禮上 嚴厲駁斥不尊重國歌的學生行為引起社會熱議,被稱為護國歌校長。 6月4日,香港特區立法會三讀通過國歌條例草案,對此陳卓喜有更加特殊的感受。 陳卓喜表示,在香港回歸前,很少有機會在公共場合見到升國旗聽到國歌,這讓他在每一次做國歌和升國旗時都倍感珍惜。 一般的家庭啊,或者是一般的機構啊,也沒有這個膽量來升起這個五星紅旗。 在我自己年紀很小的時候,雖然在自己家裡面也沒辦法做什麼,但是我自己用一個非旧的一個材料在家裡面, 作為環舉狀的一個旗桿自己升起了,換了一個國旗升起了。所以那種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前身是成立於1957年的旺角工人夜校,是全港首家提供業餘工業教育的民辦院校。 1987年正式改用現在的名稱。陳卓喜回憶稱,1997年香港回歸時,學校裡第一次奏響國歌的情景至今難忘。 那時候我們要是那個典禮裡面有國歌,奏國歌的環節呢,就是奏人家的國歌。所以在那一刻我們港專自己第一次的畢業典禮奏起自己的國歌的時候,我的心情在台上也是比較激動的。 如何培養香港年輕人的基本國家意識?陳卓喜認為,最重要的是依靠靈活的教育方式。 加強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正確認識,除了書本,生活體驗與情感上的認同同樣重要。 年輕人要建立這個國民身份認同,他一定要參加。而且這個參與的過程裡面,他能夠有付出,能夠看到改變,他有感性的認識。 我們先從感性,然後再發展到理性。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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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